村长爷爷,我和那些狼已经说好了,他们吃饱就不会伤害村里人了,叫叔叔婶子们拿馒头饼子什么的吧,有野菜糊糊也行,再买点肉给这些狼。 啥,他们要吃肉自己不会上山去抓。 就是,你这小丫头还能听懂狼说话,你可别是为了自个儿吃吧。 那咋,你们就看着铁牛一家让狼掏了,你们都干啥了,现在狼群不是安静了,有本事你们自个儿来啊。 我相信鸭鸭,不管咋说,拿点东西总比伤人好。 对呀,鸭鸭没来之前那些狼多凶狠,你们看现在不都乖乖的没有在攻击我们吗? 咋,给他们点吃的,咱家剩下的肉炖了,再蒸点饭,看看图护叔叔家里还有多少肉,买半只猪回来。 行,我们这就回去准备,你也赶紧回家。 鸭鸭,你们几个孩子也赶紧回家吧,我们这就回家拿吃的去,等会直接送到你家。 至于谁拿谁不拿,这可就真是平良心了,今天要是没有鸭鸭,指不定多少人家得遭殃了。 鸭鸭,你没事吧,那些狼怎么一点都不伤害你? 娘,我没事,我能懂这些狼到底是什么意思,虽然我听不懂它们说话,但是我知道它们想干什么,这山上总是下雨,小兔子什么的也是要避雨的,所以肯定是饿。 我说给它们饭吃的时候,它们就没有再攻击我们了。 这大半夜的折腾到现在,还好把这些狼送走了,这也太吓人了。 鸭鸭,今天真是多亏了你,不然咱们村子肯定带遭殃。 虎叔叔,我也是村里的人呀,您不用感谢我。 赫老太太看着众人松了口气的样子,也跟着笑起来。 没事了,大伙早点回去歇着吧,谢谢你们今天能送这么多饼子和馒头过来,剩下的这点肉大伙就分了吧。 奶奶,别分了,铁牛爹都被咬伤了,要不把这个肉给它们送去吧。 我看行,今天要不是铁牛爹第一个发现狼进村,我们大家都得跟着遭殃。 临走的时候,鸭鸭把多出来的馒头都分出去了,既然多出来了,那就给大伙分了。 几天以后的早上,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发现了,自家院子里多了野鸡野兔之类小动物,鸭鸭家也收到了狼送来的小野猪。 奶奶,狼给我们家送头小野猪,那天好多人家都给这些狼送来了吃的,狼也都做了回报,可是没送的那些人肯定心里不舒服。 有啥不舒服的,当时他们看着狼吃肉,现在就看着我们吃肉,他们可是什么都没拿,还想让这些狼给他们也来上一份嘛。 哥哥,你大早上的干啥去了,看你愁眉苦脸的。 没什么事,鸭鸭,小树林那边住着一位老爷爷你知道吗,刚才遇到他还问你了,好像认识你。 我,我没注意过呀。 那老头在那住了好些年了,神秘的狠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,你们要去的话带点东西。 哥哥,那我们拿点饼子再拿点酒过去看看吧。 老爷爷,听我哥哥说您认识我,这是我自己烙的饼,挺好吃的,您尝尝吧,还有这坛酒是我哥哥拿来的。 嗯,这饼做的可真是不错,小丫头,好久没见你了,不过我也不怎么去村里,你没见过我也正常。 听老爷子的意思,好像对我妹妹很了解。 孩子,我第一次看到你,就感觉你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,怎么会窝居在这么一点小地方,你应该不是一般人吧。 老爷爷,您不怎么去村里怎么认识我的呀,听奶奶说您在这里住了很久了,您的家人呢,那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呢?鸭鸭很想知道。 哈哈,你这小丫头,好奇心还挺重的,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家人了,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。 至于我的身份嘛,这位小公子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个叫残屎的白小生。 江湖白小生,这是名字吗?哥哥你知道吗? 什么,江湖白小生,最有名的残屎。妹妹,这位老爷爷可是心有大癌之人。 那爷爷有自己的名字吗?我不想叫这个,爷爷的手指掉了,这么叫只会戳中爷爷的伤口。 这一点,鸭鸭比谁都清楚,因为这么多年她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,所以她不想让别人跟自己有相同的经历了。 名字,自从踏入江湖,就已经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了。 我只记得我姓孝,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应该是叫肖国恒。 江湖白小生指的只是这类人,但从来不只有一个,只不过残屎这个名号算得上是最出名的了。 可是残屎已经消失将近三年,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,谁会想到在这个小小的山村出现了呢? 肖爷爷好。 丫头,你前些年虽然受尽苦难,但如今已经苦尽甘来,将来必然有一天成为那冲天的金凤凰,我说的对吗? 这位小公子…… 爷爷,鸭鸭不求能变成金凤凰,只求一家人平平安安天天有肉吃就好。 哈哈,这酒真不错,还没开封就让人陶醉,应该是放了好些年了,你们两个从哪儿弄来的? 爷爷,这酒是借的,以后还要还回去呢,你要是喝得好,我可以学着自己酿酒。 你们拿来了这么多好东西给我,我也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,这把剑你拿走吧,这是有一年,为了医治一个小姑娘,他们家为了感谢我,把这祖传的剑送给我了,没想到还真用上了。 谢谢爷爷,这把剑好漂亮呀,小小的刚好用来防身,那我就不跟爷爷客气了,以后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,我都送给你一份。 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好报,就是能遇上你这个小福星,虽然当初来这个时候,多多少少还是抱着点目的,不过目的也没达成,遇到鸦鸦也是意料之外,可现在看来不是件坏事,自己现在就窝在这个村子里吧,也免得江湖上的一些人总找自己麻烦。 丫头,这个短剑你可一定要守好了,她叫千秋。 贺小川在一旁也是脸上带着微笑,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,千秋短剑,她可是知道的,只不过失踪已经许多年了,也有传言是白小生将其带走了,可是并不知道是谁带走的,现在看来能落在萧爷爷的手里也是好事。 丫头,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回去吧,只要一年到头,到我这来看上两回我就知足了,你一定要过好自己的日子。 老爷子摆明了是下了逐颗令,虽然两个孩子不知道是为什么,但是也知道萧伯恒不会有什么坏心,俩人也知趣地告别离去。 丫丫,你要是喜欢这些丁气,回头我想办法给你找更多的来。 回头,哥哥,之前你还问我,你要是走了我会不会难受,你该不会是真的要走吧? 走肯定是要走的,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了,不过再陪你几个月肯定是可以的。 丫丫的心情多少有点低落,知道哥哥要走了,虽然还能陪自己一段时间,但还是觉得舍不得,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。 没关系,哥哥是要回家了,见自己的亲人,而且哥哥又不是不回来了,以后经常回来看看丫丫就好。 丫丫,哥哥答应你有机会一定会回来看你,而且会给你写信,给你送好吃的,如果有事的话我会来找你的。 好,哥哥,那你回去的时候肯定要走好多天吧,路上我给你准备点好吃的。 行,给我烤上两只鸡就好,不然走了就真吃不到了。 我一定想办法烤出更好吃的鸡,让哥哥一看到鸡就能想到鸭鸭。